特質 那你覺得這樣大中他就有什麼特質 你覺得他有什麼特質 帥 然後頭比較大 那不叫特質 頭比較大不叫特質 叫外觀 所以說特質一定是他的 inside 內在 有些人特質就比較lady 或是說比較虔誠 所以說當我們講說物質的特性的時候 是他原有的本性 這種原有的本性 不會因為化學反應而改變 我再講一遍 所謂物質的特性 不會因為他其他的因素而改變 這種東西叫做特性 好比說我們講說金屬蠟 這種東西你把它丟到水裡面以後 他會產生很激烈的反應 然後他可能會產生爆炸 可能產生燃燒的狀況 因為蠟丟到水裡面以後 他會產生 產生氫氣 他會產生氫氣 然後他會產生大量的熱 然後這個熱 就足以把氫氣給點燃 氫氣點燃原則上 他會產生爆炸 他不是像普通的東西 叫慢慢慢慢燃燒 他會非常激烈 所以說這是物質的特性 好 蠟旁邊是美 這種也是一個非常佛性的一個金屬 但是這種金屬你把它丟到水裡面 原則上不會有反應 我講一遍 聽清楚 聽清楚下面的話 每片你把它丟到水裡面 還是有的上 不會有反應 但是每一份遇到水氣 遇到水蒸氣 水蒸氣 空氣中間的水氣 它就可能 也可能會產生氫氣 而產生燃燒跟爆炸 但是呢 這種煤粉呢 原則上就要非常的細 非常非常的細 那這種呢 也是因為說它力淨的關係 但是呢 跟它的如果說是同樣大小的東西 辣的活性比美要強很多 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是它的特性 對不對 好 我們講說銅 這是各位比較清楚的 鐵 或鐵 甚至 金 這些東西 你把它丟到水裡面 原則上 就動一聲就不見了 對不對 是不是 它不會說丟到水裡面 什麼會浮起來 會燃燒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你丟下去它一點反應都沒有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呢 這些都是所謂的物質的特性 這些 所謂物質特性 是指兩個東西去參與 一個反應 對不對 這前面所講的這五點是 同樣一個東西 我用這些去影響它的速度 反應速度 反應速度 了解這意思嗎 第六個所謂的物質的活性是指說 兩個東西去做比較 兩個東西去做比較 這一點是跟前面這五點意思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 物質的活性的確可以影響到反應速率 但是呢 我們講說 以鎂來講 來 各位來看 以鎂來講 濃度 可以影響到它反應速度 對不對 因為 一點點跟一大堆 不一樣 對不對 溫度 也會影響 對不對 因為 濃度 我剛剛講過 很細的鎂粉跟很粗的鎂塊 完完全全不一樣 壓力 可能跟鎂的反應比較沒有關係 催化劑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存在的話 也可以使得它的反應速率增加 這都是指單一一種東西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只單一的一種東西 用這五項 五個反應條件去看 會使得它的反應變快 或變慢 你感覺這意思嗎 物質活性 那又不是了 物質活性是 物質跟物質中間的比較 物質跟物質中間的比較 比較小 它的反應會比較活潑 或反應比較不活潑 如此而已 OK 所以我們在講反應速率的時候 聽清楚 原則上 要不把這件事情做優先考驗 而是提前面這五項 提前面這五項 提前面這五項 好 這一點有個問題 有關於影響 有關於影響 反應速率的一個因素 有關於影響 有關於影響 反應速率的一個因素 有沒有問題 或碰重的力道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都是要碰 碰 碰 不碰 對不起 沒有化學 碰在一塊 才可能有化學管 解釋 解釋這意思 好 當我們講反應速率的時候呢 或影響反應的因素的時候呢 我們習慣用一種狀況來看 就是什麼 可力反應 所謂可力反應呢 就是說 一個反應可以過去 但是呢 條件改變的時候呢 這東西又回來了 我再講一遍 一個反應 正常的狀況 它可以過去 但是呢 我只要改變反應的條件 它又跑回來了 東西一個都不少 它就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那只要是一個密閉系統 它永遠跑不完 了解這意思嗎 這叫做可力反應 好 我們來看幾個可力反應 你們在課本上面 的一種狀況 一個是 弱酸根 這叫做弱酸根 這叫做 重弱酸根 或叫做 厄弱酸根 OK 不管 也就是說 這個顏色比較深 這個顏色比較淺 為什麼要用這個來做例子呢 因為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 對不對 顏色的變化 好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呢 這邊就有一個因素 存在 是我 用綠色的粉筆所畫的 這種因素呢 就是說 當我加酸進去的時候 我們知道所謂的酸 它就可以產生氫離子 我們所謂的酸 它會產生氫氧跟離子 那氫離子 加上氫氧跟離子 它就會變成 水分子 好 在這個前提下面 你說我當我加進酸的時候 有一種概念叫做 質量守恒 我剛剛一直在講 質量守恒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以質量守恒的觀點來看 當我加這個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右邊 左邊比較多 對不對 東西比較多 對不對 是不是 當它東西比較多的時候呢 它的反應呢 就往右邊走 就會往右邊走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它的顏色就會慢慢變深 好 好 換一種方式 當我們加鹼進去的時候 加鹼進去的時候 請你注意 鹼會把這個 氫離子吃掉 對不對 是不是 當鹼進去的時候 鹼進去吃掉的時候 這邊變少 對不對 你們剛剛在買什麼東西 你本來買個大堆 結果呢 有人幫你吃掉 那你務必就是要如何 譬如說你剛剛注意交流或者注意怎麼樣 我就要十包品乾 最後呢 大家在這邊閒的無聊 先吃了一包變九包 問題是說你出去就是要帶十包品乾 所以說你要再去買一包 當他把鹼加進去的時候 請你注意 鹼會把鹼吃掉 吃掉的時候是不是這邊就減少了 當它減少的時候呢 它的反應就會往這裡走 奇怪今天這個畫面有那麼興奮 請你注意我再講一次 當你把酸加進去的時候 是左邊變多 左邊變多就往右邊走 當你把鹼加進去的時候呢 是把氫離子給吃掉 是指著左邊減少 對不對 左邊減少它就會 右邊往左邊走 這邊呢 它都會達到一個目的 對不對 我們在生活裡面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平衡的 對不對 是不是 比如說你累的時候會小嗎 會困了 會睡 會想休息 會想睡覺 會累 是不是 所以說以前我們在學校練游泳隊 然後呢 我們練游泳隊很簡單 就給你一個浮板 給你一個浮板 好 開始 八百公尺打水 好 我們十大公的游泳池是一趟是五十 那就是十六趟 那十六趟呢 就是全部這樣子浮的浮板上打 那 只用腿 好 八百公尺打完以後呢 它 那浮板夾著 就夾在大門這邊 然後呢 不多 滑一千公尺 就全部壞事情 它要嘛就是 它不會說叫你這樣的掩護 要嘛就是手 要嘛就是腿 好了 練完以後呢 回家以後這樣 趴在床上 什麼都做不了 什麼功課 什麼讀書 它都是靈天的事情 它跟死豬一樣 好 所以 我們身體裡面 有 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很多需要平衡 像各位 早上為什麼要吃早餐 補充能量 補充能量 誰叫你補充能量 肚子 肚子叫什麼補充能量 想想看 對 你的腦袋 同時你要補充能量 對不對 那誰告訴腦袋 身體 身體哪一部分 胃 對 對 先想想看 因為當你肚子空的時候呢 你的身體還是需要消耗能量對不對 那能量從哪裡來 從你血液裡面的葡萄糖來 那你體內還是在消耗你的葡萄糖對不對 那你血液裡面的葡萄糖是不是變少了 然後變少了以後呢 你的胰臟 分泌胰島素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就會使你感覺到飢餓 然後這種時候呢 就會通知你大了 然後我說 該吃東西了 趕快吃點東西進來 吃點東西進來以後呢 好 這時候 胰臟為了要消化這些東西 就分泌了很多胰島素出來 去 幫助這些消化 使得你的血液裡面 它的葡萄糖能夠做到一件事情 叫做你們讀生物的時候叫做痕跡 不然的話 好比說你們去爬山 要爬到一半 保證你腿軟腳軟對不對 是不是 那個時候呢 你非得要吃點東西對不對 光喝水的時候沒有用 是不是 因為水裡面沒有河頭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的身體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平衡的一個狀況 只是我們在生物上面 要恆定這個字 來表達而已 好 我們看下面這一個 這一個例子 這個呢 是四雅化二代 這個是獨色 這個呢 是有色的 那至於說它是 和色 紅棕色 什麼色 那是 熱子代價 中間有一個因素 各位看這邊 這個叫做熱 也就是說 當四雅化二代受熱的時候 它會變成 二雅化淡 我再講一遍 四雅化二代受熱 它會變成二雅化淡 那好啊 當你把這個東西放在冰水裡面的時候 放在冰水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意思把這個拿走 對不對 是不是 把這個拿走的時候呢 這個就往這邊走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這邊少了嘛 所以說熱 在化學反應上面 有時候 甚至你可以把它 暫時 聽清楚 暫時看作是一個物質 我講這句話要很小心 因為熱不是物質 是能量 對不對 但是這時候 你可以把它暫時看作是一個物質 當你把這個物質拿走的時候呢 整個反應就往這邊走 但如果說你把它熱加進去 好比說 原先放在冰水裡面 現在從冰水裡面拿出來 放到熱水裡面 是不是又加了這個東西給它 對不對 當加東西給它的時候呢 它就會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是 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 變化 另外一個變化呢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看這一個反應 這個反應裡面 包含了三樣東西 一個 是以鐵 當作催化器 你說鐵怎麼當作催化器 奇怪嗎 這個反應裡面沒有什麼化 它的反應就非常非常慢 甚至沒有辦法達成 另外呢 第一個溫度 對不對 是不是 400度溫度高高 不低的 然後呢 200個大氣壓 這是壓力對不對 是不是 壓力 溫度 催化劑 這一個反應裡面 它用了三樣 它用了三樣 那 第一個我們來講壓力 壓力 就使得它的碰撞機率變大 對不對 對不對 第二個呢 溫度使得它粒子的速度變快 對不對 吹化劑呢 使得它的粒子的活性能夠更高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氮加上氫 它可以產生阿摩利亞 氮加上氫 請問我們空氣中間最主要的成分是什麼 氮加上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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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提升整多息 新早代 各位 慧我們就完了 廁所裡面那個味道 原則上就是阿摩利亞的味道 那是因為料素分解以後 產生了阿摩利亞的味道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的大戲裡面 有這個東西的話 原則上我們人類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所以空氣裡面的氮氣跟氫氣 它怎麼撞都撞不出氨氣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它的壓力不夠高 我們的大氣只有一個ATM 對不對 我們的大氣 平常來講如果說像我們現在的話 比如說20度C好了 20度C 那我們的大氣裡面呢 不是說是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有鐵跟吹化劑 所以說也沒有鐵 好了 三個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 氮氣跟氫氣它一輩子沒有辦法變成氨氣 所以客要挺張 就像我們氫氣跟氧氣碰在一起會變成水 氫氣跟氧氣碰在一起會變成水 請問 大氣裡面的水蒸氣怎麼來 大氣裡面的水蒸氣怎麼來 怎麼來 大氣裡面的水蒸氣現在從來哪 因為熱生嗎 氫氣跟氧氣碰在一起會不會變成水 否則我們都完蛋了 沒有氧的水 是不是 那氫氣跟氧氣怎麼樣才會變成水 氫氣跟氧氣 氫氣跟氧氣怎麼才會變成水 嗯 有一種 燃燒必須要點火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你氫氣跟氧氣你不點火 不點火 對不對 它不會 它不會有反應對不對 氫氣跟氧氣如果說它的濃度不夠 它不會有反應對不對 是不是 我口罐沒有把我吸 我這樣點它會 它會 它會成水嗎 會不會 那如果說我有一個氣球裡面是氫氣 裡面是氫氣 充滿 充的氣球 我拿著打火機槍給 後裹是 爆炸 爆炸 爆炸以後呢 就是燃燃燒 就是燃燒 那你用其他氣體 氣體 氫氣 你這樣點了以後 氣球破掉了你 對不對 噗 它不會燃燒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 我講過有些鐵頭兵 到人家學校去參加原油會 那怎麼樣才表示它很拽呢 很簡單吧 手上拿個煙 拽得不得了 好像別人都不敢忍它 結果呢 他看見別人有在賣氣球 就故意戳破一個 結果呢 他沒想到那個氣球是用氫氣叢 這是實際的意思 結果他這樣一搓 啪 一顆氣球爆 其他氣球也跟著爆 那個人想逃都逃不掉 全身惡度所燒 被什麼燒傷呢 被氫氣跟氧氣燃燒 的溫度所燒傷 就是 就是 頑皮 或叫做 百物 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當我們碰到氫氣跟氧氣的時候 第一個濃度要夠大 第二個要有溫度的影響 那最好呢 是有壓力的狀況下面 有壓力的狀況下面 才可能會產生 這樣子的一個 結果 產生水 而這種爆炸的熱量 是相當相當高的 好 我們再來看 所謂的化學平衡 當我們講化學平衡這件事的時候 並不是這一張 講反應速率的重點 而是要配合 二下第一張化學劑量 上面所講的狀況去做化學平衡 但是這一張反應速率所講的化學平衡是什麼意思呢 來 各位請看 這邊 這一個反應式 當這個反應式如果說發生在一個瓶子裡面 一個寶特瓶裡面 發生在一個寶特瓶裡面 然後呢 我們把寶特瓶呢 把它蓋起來 變成一個所謂的密閉系 這種時候你會觀察到一個現象 這裡面的反應到某一種狀況的時候 它好像停止 不再反應下去 跟我在一個燒杯裡面 把這同樣的東西放在這燒杯裡面來反應 的狀況 完完全全不一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所謂的平衡這個觀念 我記得我第一次吃雞 我從小沒吃過雞 一方面是因為家裡窮 二方面是我不太喜歡吃雞 因為沒有吃 所以說不喜歡吃 那不喜歡吃就更沒得吃 對不對 然後我第一次吃雞的時候是高三的時候 然後我們出去露營 當天晚上應該有東西吃 結果呢 人家應該送東西來給我們吃 結果那個人沒來 結果我們一堆男生在那邊餓了 七雲八素 然後第二天呢 人家才送東西來 然後送東西來呢 其實東西也不多 就一隻鹹水雞 好啦 送東西來的是女生 所以說 我們其他男生呢 就陪著女生去玩 就我跟我同學兩個人 我們只有一隻叉子 吃飯用的叉子 我們就用一隻叉子 兩個人把一隻雞 吃得一乾熱淨 可以咬得窮咬光 用餓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今天肚子很飽的時候 請問我會去吃那個魚 原則上就不會 是不是 所以以前我們高中的時候 請女生吃飯 請女生吃飯 請女生吃飯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北平館子 吃飯 北平館子都有那個 燒餅夾牛肉 烤餅夾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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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一去 什麼菜都不點先點的 然後呢 先給女生吃兩碗 然後再來一碗 青菜豆腐湯 最便宜的 一大碗 因為吃那個很乾 所以說一定會喝湯 因為那個東西本來就很乾 所以說你湯一喝下去的話 原則上你什麼都要吃 為什麼 你飽 當你飽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想吃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就是平衡 當你飽的時候 你中午吃飯的時候 你就曉得了 對不對 當你飽的時候 那些東西對你來講 吸引力就不夠 是不是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幫各位看 請各位看 這個東西應該是產生氣體 它會應該要跑掉的 結果呢 你把它全部鎖在這個裡面 這個呢 過不去 這個反應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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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過不去呢 這邊已經滿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這個有壓力 對不對 它會產生壓力 對不對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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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老秉說 你們喝那個汽水 我記得我跟各位講過 如果說 你到超市去買那個可樂 然後碰到一個比較笨手笨腳的收費員 然後呢 他那個 找不到那個條碼 然後呢 翻過來翻過去翻過來 哦 找不到東西才找到糖碼 通一下 那一罐的糖 要吧 你就不要馬上喝 要吧 你就說我換一罐 同樣換一罐 我照樣付錢 但是換一罐 有些人真的很笨 他 有些人真的很笨 真 真找不到條碼 翻過來翻過去 然後 你要開的話 一開 噗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為什麼你等一下開的時候 就不會噗 馬上開的時候會噗 會噴出來 為什麼 先想想看 為什麼 先想看 為什麼 嗯 蘇星先生 為什麼 因為你等一下開的時候 它裡面又達到平衡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為什麼 你馬上開的話 你馬上開的話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氣 它是 在不平衡的狀態下面 好了 這一個反應是 請請各位再聽一遍 因為它有 消氧化碳的產生 既然有氣體的產生 在密閉的容器內 因為它一定會產生壓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產生壓力到一定的程度 壓力已經滿了對不對 所謂壓力滿呢 就是已經到了它的這個寶特瓶的極限 對不對 所以 你再大的話 就是 大 炸掉 所以說 在這種狀況下面 如果說 你還沒到達寶特瓶的極限 寶特瓶只是上了股骨的 然後呢 他這時候壓力 所以已經讓他 到達最大的限度 這個時候 這邊的反應 就沒有辦法 再繼續的往這邊走 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個反應 似乎就是 停止 你的目視 目視的感覺 叫做 停止 我們在化學上面來講 叫做 平衡 目視的感覺叫做 停止 我們化學上面的解釋 叫做 平衡 好 這個時候 如果說 你把這個蓋子打開 他壓力就卸掉了對不對 當他壓力卸掉的時候呢 他的反應 就會繼續的 往這裡走 這種叫做 一個平衡 一個平衡 所以 當我們講化學平衡的時候 是指 在一個系統裡面 他達到 左邊 跟右邊 都是一樣 多 另外一個講法 就是 我們拿 這一個 反應來講 請看 請看這邊 藍色的叫做正反應 紅色的叫做 逆反應 不管正反應或逆反應 他們都會有一個速率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就像 就像你們跑 去爬山 不管如果你上山 或下山 都有一個速度 對不對 好 好 當這兩個反應速率 相等的時候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看這邊 他過去跟過來的速度 一樣多 一樣快 過去跟過來的速度 一樣快的時候 你去用眼睛看的時候 是指大家都不動 大家都不動 大家都不動 平衡 所以 化學平衡是靜態還是動態 動還是靜 動態 化學平衡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是動態的狀況 也就是說 剛剛下課的時候 有一些同學來 然後來了 一二三 三 然後 他來三個人 他們進來三個人 這邊出去三個人 請問我們這邊的速度不變 然後上課的時候 然後呢 他們這三個人走 然後三個人 人數有沒有變 沒有 對不對 這樣一進一出 一進一出 一進一出 人 一直在動 對不對 但是在動態 都沒有變 對不對 所以 整個化學平衡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念 它是指一個動態的狀況 正反應跟力反應的反應速率 相同的時候 他們這個時候 所代表的一個意思 就叫做化學平衡 這叫化學平衡 那有一些呢 是只會往一邊走 好比說哪一邊 哪一種狀況呢 好 这种产生沉淀的状况 而这个沉淀谱它的溶解度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这种反应感觉上就是熊一下全部到那边去了 然后呢 这种东西就不会回来了 但是呢 这是我们目视的结果说 这个东西不会溶解 但实际上在动态的观点下面 任何一种化合物 它都有它的一个溶解的一个限度在那边 有一些东西很容易溶解 比如说你家吃的盐 是不是很容易溶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碳酸钙 大理石 就是那个白白的主要的成分 那你把水倒在地上 它会溶吗 不会 那感觉上它是不溶 但实际上你从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它多多少少还在溶 多多少少还在溶 只是说它溶的不是那么多 多多到一种状况你可以看 如此 今天你们骑车来是一起骑还是前后骑 我骑行那骑吧 OK 好 你们骑车都知道 不管是一起 病骑或是说前后骑 对不对 当两个人速度一样的时候 你保持的距离就是一样 是不是 那请问到底两个人有没有在动 有 有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呢 你的 因为你的速度是一样 所以说你的距离 保持距离是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再讲大一点 人家说 到底 太阳会不会动 不晓得 对不对 因为在我们的观点太阳是不动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绕的太阳很好 既然你知道太阳好 的话太阳 太阳永远感觉上是不动的 对不对 那 那我们也不知道太阳照的其他东西好 是不是 好 在这种状况下面 我们讲化学平衡的时候 都是处于在一个动态的状态下面 我们来谈化学平衡 而不是处于一个静态状况 那因为是动态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目视来讲 当它达到化学平衡的时候 我们目视去平衡 好 我有一杯水 我把盐 丢进去 OK 谢谢 然后 然后 到一种状况下面 你不管怎么搅拌 走的搓 走的压 这都不容易解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请问它到底 有没有太阳 有没有 有 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出来的速度 跟它进去的速度 达到了平衡的状态 这就是动态 对不对 是不是 当它出来跟进去 达到平衡的时候 你的目视 就是 停止 停止是什么意思 不容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讲说 这样的状况 我们称它为化学平衡 OK 你在写什么 好 请问今天讲的课 有没有问题 还是不知所明 不知道我的角度 知道 不知道 OK 都可以理解 都可以理解 现在都可以理解 我们去下课 有没有问题 说啊 我看到 小兰忽 有没有问题 你要是要考虑 有没有问题 所以拿来 你猜有问题 有问题 為什麼 通常來講 煞的不就笨 煞的不就笨 笨就是所謂的笨 煞的不就笨 這是什麼智能笨 煞的不就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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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可以先煞骨啊 放棄 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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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把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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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宋 有意识 有意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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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就是 我 我 因 因 要去 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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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不知道 一定要 你会 放心 对 所以 或者是说 你 你会关切 那 木屐情要受 速度相信 有 对 对 对 有时候 上来 宣讲 其实 不是从 是 而 学 学的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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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说 对 你被赶很多鸡 买个 你有很惨吗 蛮惨 还要写 还要写 还要写这个 在哪里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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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就是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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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中 在 在 在 中 在 中 谢谢大家